我们的草鱼被清洗得干干净净 就代表了今天这一道菜 肯定是原材料上很新鲜了 因为是活的蟹仔沙的 一般老师也告诉我们说 对 一般淡水鱼不能吃死的 最好是选择活的蟹仔沙 但是里面要处理一下 活的会腥 对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用的鱼肉 那就不要去担心它有太腥 就是 就用鱼肉就行 那大叔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做醋溜鱼片 醋溜鱼片 现在将您来做 醋溜鱼片我们主要是用鱼 它整个最肥厚的肉来做 那骨头和头 你可以想法 我们可以做点鱼汤 鱼汤 对 就是一个草鱼汤 还很好喝的 我觉得夏天喝汤是最好的 很多朋友就想 你看冬天喝汤能够温补 夏天喝汤能够润燥 对 滋润 尤其我觉得夏天 你如果说觉得心情烦闷的时候 觉得酷熟难耐的时候 喝碗汤反而心情平静了 心情跑了很多 当然了 是不是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尤其是我们这草鱼汤 草鱼汤是最开胃的鱼汤 它能够养胃 所以特别适合以夏天 我们补充虚弱的身体 夏天因为所有的血都跑到外周去了 所以你的重要的脏气 吸引脑肾 就容易缺血缺氧了 所以人特别疲倦 没精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喝一点这种好喝的养味的我们的这种草鱼汤 那种非常好的滋养身体 让你精神百倍 这边把这个草鱼都片好了片 大厨加的是 盐 料酒 料酒 好 来一点 这就这么腌着先 不管它了大厨 我们先给它腌 然后我们把配料给它切一下 今天用什么配料大厨 我们用到了这个油菜心和香菇 油菜心和香菇 这个香菇是一种很强味的食物 不过这油菜心却是一种很清爽的蔬菜 对 咱们今天搭配两个素东西 就是 大厨这边给它改成片是不是 抹刀片给它 抹刀片 那你看今天我们这边腌着的是草鱼的肉片 刚才老师告诉我们说它有一定的营养 对 非常好 补我们的这个五脏 这边大厨这是一个货 对 那我们用这个鸡蛋 鸡蛋 淀粉和水 调一个稀稀的糊 调一个鸡蛋 水粉糊 鸡蛋 淀粉和水分别什么比例呢大厨 这个呢 就是根据它的厚薄 那我们把鱼片下去能够挂匀 就是能往下躺的感觉一小层 往下流 对 往下流是很好的糊 一定要流动 不流动的话就不行 这边下鱼片油温在什么程度大厨 油温差不多在五六层热的时候就可以下鱼了 对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炸鱼有些大厨啊 不喜欢用高温来炸 是有一些理由的 是吧 对 你用高温炸它很容易变颜色 油温掌握的稍微低一点 它的颜色能够掌握的更好 就最好了 为什么要炸它呢 今天我们做这道菜 一个要让鱼肉保持它的外形上的完整 一看就是个鱼片 第二个是要保持它的外焦鱼里嫩 外焦鱼嫩 对 就是说第一 它一片是一片的 那这样吃起来口感不好 有一个外面香香的 有点脆度 然后里面鱼肉非常的鲜嫩 这个要炸多久大厨 这个差不多有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就是说没太久 就是定型就可以了 我们把外皮包括鱼肉给它炸熟就可以了 用这个油温不要太高 然后让它颜色让它浅浅的 好炸好的鱼啊 你看看颜色金黄的 而且很烹 接下来我们做这道菜呢 那我们要给它做一个烧它的一个汁 汁 这个汁啊也是让那个鱼肉的外皮啊能够浸进去一些 能够浸满了那个汁 然后你吃它的时候呢外面浇浇的 里面还能弄得很好 而且我们再搭配一点青菜 对 它增加一些素和饮养 像咱这个说起来是个醋溜 其实就和一个烩菜啊非常相似 差不多 这边油已经热上了 咱呢先得爆一个料头吧 来 我们把这个葱姜蒜给它爆香 好 这么炒香它 这道料理呢 我觉得它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一种感觉呢是有点这个烧那种菜之类的那种酱香 另外一种呢又有炸过菜的那种油香 但是呢这么一结合之后 就是今天这道特色的风味菜了 浓浓的至外面 有一点点鱼肉 鱼肉味道 我感觉有点像过年我们做的和菜 和菜 像过年的时候我们喜欢炸好东西放在那儿 来客人的时候我们就 随时给它爆个料 对对对 然后呢把这些菜放进去 或者是油炸的东西一煮 灰灰 很不错的 这边加的是生抽是吧 对我们加一点酱油 普通的酱油也是可以的 给这个汁呢 给它来一点那种颜色的感觉就行了 这是来的是水 我们给它来点水 这个汁呢就让它稍微宽一点 这个水的量呢稍微加大一点 OK 好 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这边香菇 小香菇都已经切好了 这个菜心呢不要太多几颗就可以 一点 OK 好嘞 在家里面其实油炸心你可以最后放的 因为不太容易煮太久是吧 这个我们开锅就可以出锅了 那我们下锅之后呢我们准备一点水电粉 对 然后呢给它调一下盐和糖 对刚才盐这个汁里面还没有 鱼肉你腌的时候其实那个盐只是一个底味 那就是一个底味 对 盐和糖 给它来一点调调味 这个醋呢我们要最后来放 就是我们打好芡之后来一点那个醋 醋 那今天我在想你看这样子有汤水 那我们在煮的时候鱼片是很容易碎的 咱今天怎么保证这个鱼片一点都不碎 这个呢有好多的办法 那今天的一个炸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 那我们有一个上浆的一个办法 那我们给它上好浆 让它有一点盐 让这个鱼肉呢更加紧致一些 那它就不容易碎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在下锅以后呢 不要用大火去催它 那比如说我们做水煮肉片水煮鱼片的时候呢 这个鱼的下锅以后呢要让它火苗慢慢的 不要让它大火飞起来 然后把鱼片就冲散了 那咱通过火力通过调味通过我们的烹调方法 我们就可以保持它的完整 就是你这样子用小火慢慢慢慢的来顶它 没问题 好这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的 我们先给它下这个水淀粉 不先放鱼片吗 鱼片稍微等一下再放 好有点像灰菜 像灰菜哦 先把汁都调好了 水淀粉有了之后就很稠的 好这时候呢就把我们这个炸好的鱼片放进去 放进去 好这个时候呢可以给它加一点醋了 还要再加点醋 这酸甜口就通过这个醋来调酸 我们这个醋溜呢也不要特别突出它的咸和甜 那有一点点酸的感觉 主要还是酸的味道 对 醋溜的菜 好了那我们这会就可以关火了 这就OK了 这么稍稍一静一下就赶快收汁 然后就可以了 这边关火你看 它这个还是有一些热量保留在我们的锅中的 那咱们就可以把它装到盘子里了 OK OK 好